好来看到为了推广平地金针与产销履历农粮的产品 农粮署东西分署特地在母亲节的前行 福岛台东县农会和资本天山农场 办理金针石农教育季这一地农特产推广的活动 将台东慢活文化结合了食令的食材 并且希望能够借此来吸引民众到访 除了来到农场拍照留念之外 更将补合产销履历认证的食材带回家 一眼望去整边的山头开满黄色的金针花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虽然天空下着小雨 但人不检游客以及摄影师的热情 因为这里很漂亮啊 然后欢迎来这边大家来这边玩跟拍照 这里算是近年来新兴的知名的金针花 然后加上天气这么一 然后刚好又下雨考验我们的摄影技术 为了推广平地金针 农粮署东区分署特地辅导台东县农会 8日上午在资本天山农场 办理金针石农教育 即在地农特产品推广活动 并邀请了花莲知名饭店以及东游记的主厨 设计了多道的金针创意料理 以餐会的形式实践从产地到餐桌的理念 要让到访的民众可以认识金针的同时 又能够品尝到最当季当地的食物 今天办理这个记者会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宣导我们台东这个产销履历的金针 那天山农场是我们第一个 台东地区第一个产销履历的金针 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个安全的标准的金针 那我们另外也搭配了 我们台东相关的产销履历的农产品 做这个大地餐桌的这个概念 希望说我们观光客能够带我们台东 不只来看我们的金针 也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这个安全的农产品的料理 天山农场所种植的金针品种 为台东7号 花旗大约落在每年的4月底到5月初 目前农场也迎来着金针花的盛开时期 业者以及东伴的执行长 也欢迎民众来到台东资本赏金针 现场看到是地海拔之间 都盛开了 欢迎大家光临 今天我们来到台东的秘境天山农场 欢迎大家来天山农场玩 那这里盛产了我们台东的7号金针 是平地金针的品种 所以它会很早时间就开花 在4月份到6月份就开花了 所以欢迎大家在这时候来我们天山农场玩 农粮署也指出 金针为宣草科 宣草署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在古代儿女出远门时 都会在家门前种植金针 期盼母亲借由欣赏黄花盛开的景象 减轻对油脂的思念 因此金针也有母亲花的含义 也欢迎民众在母亲节的前夕 带着母亲以及家人一起徜徉在金针花海 并品尝各式的金针料理 记者陈基林被南乡报导 看他的镜头都可以